为了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纪念 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保利美高美博物馆 举办了一场以海上丝绸之路 为主题的展览 并向公众展示了 源自于中国北京圆明园的四尊 十二生肖兽手铜像 不少民众也前往博物馆朝圣 一睹铜像的风采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虎手 虎手的斑纹清晰可见 而且每个毛发丝毫必现 我们兽手其实也运用了 我们中国的红铜 这个红铜经过百年也没有生锈 依然意义生辉 这场展览展出的四尊兽手铜像 分别是牛 虎 猴和猪 是圆明园十二生肖兽手铜像的一部分 兽手铜像曾经在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失窃 部分铜像至今依然是下落不明 除了兽手铜像 展览一共展出了228件展品 其中有将近30件展品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展览也被划分成四个主题 让民众能够通过不同的主题 一起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发展 影响 以及未来展望 本集结设计的起源 基本上最终的起源 祝福的部份 也很愿意 嗯 廖